猪肉不要总是用来红烧了 今天教你一个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只需要放到酱油里面泡两天两夜就可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秦师傅 欢迎来到我的课程 今天我们需要用到五花肉三斤 老抽30克 白酒20克 生抽250克 八角三个 桂皮一小块 香叶三片 花椒99粒 小茴香99粒 生姜三片 盐25克 现在的猪肉比较便宜了啊 45块钱就能买到三斤非常漂亮的五花肉了 这里的肉呢 不受限制啊 可以用前夹肉 也可以用猪头肉来代替 这个一个人喜欢就好 首先呢 我们把五花肉切成五厘米宽的长条 注意不要切断啊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就好了 这一步的目的呢 我们是为了后期能更方便的腌制 更好的入味啊 大家看一下 就像这种造型啊 全部切过去以后呢 给它横过来 如视频中这样 随后用刀继续切成五厘米宽的长条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给它切断了 就像这种效果 这样切过以后呢 它腌制的时候能更好的入味 颜色更加均匀 全部切好以后呢 放入一个大碗中 紧接着把准备好的盐倒进去 盐呢 可以少放或者不放啊 因为我的口味比较重 所以加了25克左右 随后往里面加入20克左右的高度白酒 然后用左手给它抓拌均匀 油搓 五分钟左右 这里的猪肉呢 建议不要用生水来清洗啊 加入白酒的目的呢 是防止它滋生细菌 防止晾晒的过程中会有变质的现象 能更好的保存 这一步我们来调料汁 锅中加入生抽酱油 250克 加入小半碗老抽酱油 大约30克左右 加入清水一碗 大约250克左右 香料会用到八角三个 桂皮小块 香叶三片 花椒 小茴 各99克 生姜三片 还会用到两小块老冰糖 大约20克左右 烧开以后呢 转小火再煮两分钟左右 把香料的味道全部煮出来 然后关火给它晾凉 等待酱油卤汁完全晾凉以后呢 倒入大碗中 注意 一定要等待酱油卤完全晾凉以后呢 才能倒进去啊 卤汁尽量多一些 要给它完全能泡住 里面的香料也倒进去 然后呢 封上一层保鲜膜 给它放入冰箱 冷藏保存 腌制两天两夜 由于我这边是江苏南京 天气也比较冷 我直接放在户外腌制的啊 没有放入冰箱 也是可以的 24小时以后呢 我们给它拿出来 揭开保鲜膜 把底下的肉呢 给它翻到上面 这一步的目的呢 能让它更好的腌制均匀 更好的入味啊 大家看一下 底下能泡到的地方 颜色已经非常的红 非常的亮了啊 给它翻个面 再腌上一天一夜 过了24个小时 这个时候的五花肉呢 已经腌制了两天两夜啊 把肉拿出来以后呢 我们用绳子给它绑起来 随后用衣架或者铁钩之类的 挂到户外晾晒两天两夜 这个肉的做法非常不错啊 操作起来也特别的简单 它不像腊肉腌制和晾晒的时间那么长 而且腊肉有一股那种味道 很多人都不喜欢啊 大家看一下 已经晾晒了两天 就成这个样子 不会像腊肉那么干啊 非常的不错的 现在给它洗一下 然后放到蒸笼里面蒸熟就可以了 我们用热水给它清洗一遍 然后下入蒸锅中 用大火给它蒸制30分钟左右 直到把它蒸熟蒸透 时间已经到我们开锅 哇太香了 给它取出来放到案板上 切成厚厚的薄片 这种肉呢我个人更喜欢吃比较肥一点的啊 如果不能接受的可以用前颊肉来代替 或者比较瘦一点的五花肉 大家看一下 有一点半透明的状态 非常不错啊 如果喜欢颜色深一点的 可以多加一些老抽 把切好的肉全部摆入盘中 刚才在蒸肉的时候呢 盘底有一些汁水也给它浇在上面 以下是技术总结 第一喜欢瘦一点的也可以用前颊肉来代替 第二喜欢颜色重一点的可以往里面多加一些老抽 第三腌制和晾晒的时间不宜过长 腌制两天两夜 然后晾晒两天就可以了 好了以后呢 给它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呢 再拿出来解冻 第四 可以用来炒大蒜或者炒辣椒小炒肉 非常不错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在百忙中观看我的视频 请给我加个关注点个赞 谢谢